哈里王子结婚穿军礼服。梅根身着婚纱将抵温纱城堡。 中心网5月19日电。据外媒报道,当地时间19日中午,新郎哈里王子与伴郎威廉王子出现在温纱城堡前,两人穿上了军礼服。 当地时间11日,哈里即将在此与梅根马克尔举行婚礼夜市。 新娘梅根。马克尔身着婚纱,与母亲乘坐一辆古典的劳斯莱斯Phantom,从酒店前往温纱城堡。 当地时间5月19日,婚礼之前,哈里王子来到温纱城堡外,同民众见面。 。 当天晚些时候,哈里王子的婚礼就将举行。 英国哈里王子和美国女星梅根马克尔的世纪婚礼,除了普通民众围观外更是名流云集。 。 贝克汉姆夫妇与克鲁尼夫妇都已到场,知名歌手埃尔顿。 约翰和辣妹组合料将为婚礼现生,美国知名主持人奥普拉。 。 温福瑞也会出席。 此外,哈里的两位前女友也抵达婚礼现场。 。 克雷西达·伯纳斯·克莱斯德·伯纳斯,在2012-2014年与哈里交往,她今日身着彩色连衣群出席。 。 。 切尔西·戴维·Chelsea TV,与哈里在2004-2010年间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。 。 英国时间19日上午9点至11点,北京时间下午4点至6点,出席婚礼的1200名民间代表和主要宾客将陆续抵达。 。 成百上千的普通百姓将参与到温莎城堡内举办的婚礼庆祝活动中,其他600名主客继续前往圣桥至礼拜堂。 。 按照惯例,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将最后一个到场。